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挑戰當小幫手 听過心中充滿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庞的梦幻成长故事 剑骑蛇 黑猩猩小庞 参加武士的小幫手大挑战 这次两个小家伙 竟然要去踩松茸耶 对小庞他们来说 踩松茸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经验哦 首先和公子先生来到了报名处 柜台小姐会给他们一个篮子 和一个松茸样本 接着拿着这些工具 小庞和詹姆斯就要去踩松茸了 这次的路线如下 沿着鸟居的这条路直直等 首先来到了神社 然后沿着山路 走到树立着踩松茸招牌的山区 就可以开始踩松茸哦 小庞他们要去出任务的事情 当然是先有告知松茸山的人 好吗 出发了 好吗 是 松茸教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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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气 让我喝一口 匙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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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他跟James的手法插著 好 記得嗎? 這很大招牌 我們一起吃吧 就在這裡拿著牙袋 去給我二人去馬鐵刀 就來吧 快速向前衝的兩個小傢伙 毫無戒心的衝進神社的腹地 雖然如此 公子先生還是放心一下 偷偷地跟在後面觀察他們 即使神社裡的時間很陡 小龐和張姆斯還是精神十足地快步爬著 首先要先抵達神社的鎮店 兩個小傢伙很順利地穿過了神社的腹地 就在這時候 前方出現了兩位剛到神社三倍玩的鄉客 先前公子先生曾經很努力地教他看人打招呼 不過小龐自己辦得到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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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小龐真棒 他灰灰灰灰灰灰的行李打招呼了 真的是長大囉 兩個小傢伙來到了通往正面的這條長長使街 還是他們兩個一點都不害怕 還是他們兩個一點都不害怕 依舊是活力十足地往上爬 結果 又碰到參拜完腰回去的鄉客 小龐要是像剛才那樣 一百八十度的彎腰鞠空 一百八十度的彎腰鞠空 從昨天會去撞到階梯的啦 差一遍 還好沒有去撞到頭 只剩下一小段時間而已咯 很快的就抵達了神社的正殿 只要穿過這裡就可以看到松茸山了 可是 從現在小龐他們眼前的 是一群在跳健康操的奶奶 不過如果不穿過這裡 就沒有辦法到達松茸山了耶 沒錯 得走快一點咯 哎呀 繩子纏住人家了啦 真是糟糕耶 因為奶奶們都覺得小龐很可愛 小龐竟然就和他們玩了起來 啊 啊 看來他是玩夠了 總算穿過了神社走進了山路 松茸山就在眼前咯 雖然在神社裡多花了一點時間 不過山路這一段他們走得很順利 一下子就發現招牌了耶 一下子就發現招牌了耶 要開始踩松茸囉 結果 小龐把籃子裡的松茸拿出來 給詹姆斯聞聞味道 難道小龐是打算要詹姆斯去找松茸嗎 詹姆斯突然奮力地往前跑 好 是不是聞到松茸的味道呢 一下子就找到了耶 加姆斯 加姆斯停舟的地方有 嗯 松果 哎呀 加姆斯把松果的味道和松茸的味道搞混了啦 好啊 重新正座 準備再度開始尋找松茸 沒想到 這次小龐竟然組在大樹前 哇 開始爬起樹來了 小龐 别玩了 快点去找松茸啦 这个时候 詹姆斯突然动了起来 会不会是闻到松茸的味道呢 小康发现詹姆斯不见了 赶快从树上跳下来 准备要去寻找詹姆斯 哦 就在这时候 山头里传来了詹姆斯的叫声 难道他发现松茸了吗 小康满怀希望 拔腿就往詹姆斯的方向跑 没想到出现在小康眼前的 两个小家伙 好像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青蛙 别管青蛙了啦 快去找松茸吧 没错 不要只顾着玩 要赶快去找松茸才行哦 突然间 詹姆斯又狂奔了起来 浸清完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啊 没想到出现在詹姆斯面前的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松茸 詹姆斯 你好厉害哦 我的天哪 竟然把好不容易找到的松茸 小康的反应是 好 竟然打起架来了 好 你们两个不要打架了啦 而且旁边就是一个山岩耶 很危险 就在这时候 竟然从山岩掉了下去 不要紧张 你们两个有没有怎么样啊 你们两个有没有怎么样啊 结果 眼前 就竟然看到三根松茸 小康日刻把松茸摘下来 小康把抬下来的松茸 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面 成功了耶 小康 好多松茸哦 因为从山岩摔下来 才能发现这么多的松茸 真的是好狗韵呢 You know you don't come home till morning 有个人家 看到老公成功达成任务之后 公子先生绿色新一步赶回起点 You said you'd always be my sweet heart baby But me every single day I get a real bad feeling 顺利踩到三根松茸之后 两个小家伙急忙沿着原路回到起点 没想到能踩到这么多 小康和詹姆斯得意洋洋的下山去 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在回程 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意外 小康和温柔的摸着詹姆斯的头 可是要和他和好 其实哪对拍档不会吵架啊 就在这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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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两个人成功达成任务之后 公子先生立刻新一步赶回起点 顺利踩到三根松茸之后 两个小家伙急忙沿着原路回到起点 没想到能踩到这么多 小庞和詹姆斯得意洋洋地下山去 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在回程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意外 刚才是两个小家伙在合作以来第一次大打出手 小庞找了一张长凳子准备要休息一下 然后 小庞温柔地摸着詹姆斯的头 表示要和他很好 其实哪对拍档不会吵诈 俗话说打是情那是爱啊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很快地就重修就好了 詹姆斯也靠到了小庞身边 就在这时候 因为这次甩动身体 竟然把索柔给甩住去了 松龙掉到了山岩下面已经不见踪影了 掉到山岩下面去的松龙已经不温回来了 背包里面 可是 虽然也曾经吵过架 那却是两人同心协力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三根松龙 但现在剩下的 只有出发时柜台小姐给的那根样本的松龙 放弃掉下山岩的松龙 小庞和詹姆斯 再度走上回程的路途 先一步回去等他们的光泽先生 看到他们两个迟迟还不回来 显得相当担心 结果 川山岩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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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 小小的一本 但大家可以烤焦 焦了 焦了 小小的 那我们最大厉害的 虽然也曾经大打出手 还从山岩上摔了下去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总算是平安回来了 小庞 詹姆斯 辛苦了 啊 真是的 才刚买的新鱼鞋 小庞竟然一流烟的 就往海边冲了过去 小小黑猩猩小庞 和拍档的牛头犬詹姆斯 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心中充满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庞的梦幻成长故事 见其身黑猩猩小庞 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小庞他最近爱上了穿雨鞋 本来小庞都是光着脚丫 但现在玩耍的时候 他一定会穿雨鞋 训练师公子先生 看到他这么喜欢穿雨鞋 开始考虑让他自己 去买一双平时穿的鞋子 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 到鞋店去买鞋子片 要出发哦 这次的任务 要沿着海边的道路直走 到附近的鞋店去 接着公子先生 把钱放进皮包里 准备要出发了 静神石独断跑了出去的 小庞和詹姆斯 但是放心不下的公子先生 还是像往常一样 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 小庞拉着詹姆斯 爬上提防往前走 不过小心 要掉下去了 走了没多久以后 好危险 吓死人了 小庞捡了一只塑胶手套 到底要做什么呢 拜托 小庞你在干什么啊 竟然把塑胶手套 套在脚上面 那又不是鞋子 难道小庞咋在这样子走啊 把你掉了 小庞 手套不是拿来穿在脚上 而是要套在手上的 就这样 他们沿着海边这条路 来到了鞋店 这次就要到这间鞋店 买一双适合小庞的新鞋子 当然事先已经跟店员沟通 请他们协助小庞选购鞋子 在小庞选购鞋子的时候 要先请詹姆斯在店外面等候 好 到底能不能把詹姆斯的绳子套好呢 太棒了 顺利把詹姆斯的绳子套好了 然后小庞就要进到店里去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哇 店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鞋子 由于种类实在太多了 让小庞有点吓到了 要买小庞又穿着鞋子哦 到底能不能顺利找到呢 喂 喂 喂 那里是淑女鞋专缺 小庞到底要干嘛 小庞好像非常喜欢穿高跟鞋哦 竟然还去拜托店员 帮他把这双高跟鞋给穿上 然后 穿高跟鞋走路对他来说 似乎还是很有困难度 这一次是请亲切的店员 来帮小庞把高跟鞋脱掉 唉 小庞还真是会利用人呢 好了 目标是同鞋区 小庞在宽阔的店里蹲晃西晃 寻找正确的卖场 结果 哎 那是木鸡啦 难道小庞你想穿木鸡吗 小庞竟然穿着木鸡就玩了起来 把面童子的献身也拿到没办法 小庞 快点去找儿童的鞋子啦 可是 哎呀 小庞 拜托你别再玩了啦 终于来到了同鞋区 有很多适合小庞的帅气球鞋哦 他会学哪一双呢 不过 类似公子先生给他看的照片里的鞋子 全都放在上面 就在眼前呢 小庞会怎么做呢 结果 小庞发现的是 诶 这雨鞋 小庞 治村园长已经送过你一双雨鞋了 家里已经有了 不需要再试穿了啦 小庞 治村园长 穿上了雨鞋以后 小庞显得心情很好 结果 他打开皮包想要拿钱出来 难道 他要买这双吗 はい 350元 あなた持ってるでしょ パン君仲靴は パン君の気に入った靴でいいからね しょうがないな そんなに好きならいいか 收下了找回来的钱 放到了皮包里面 看到这个情景 公子先生决定先一步回去等待两人回来 穿着新买的雨鞋走出来的小庞 准备去接在门口等他的詹姆斯 詹姆斯对于小庞的雨鞋好像很感兴趣 而且很羡慕他脚上的新雨鞋哦 可是 因为买了这双雨鞋 竟然引发了料想不到的意味 穿着新买的雨鞋 小庞幸好采烈的准备要回家了 结果 小庞发现的竟然是 一潭鸡水 啊 真是的 才刚买的新雨鞋 穿着雨鞋坐在鸡水里面 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而且 那小庞好像又有了新发现 只见他急忙地往前跑 这次又是什么 小庞竟然一溜烟地就往海边冲了过去 沙子很软 小庞也就陷进去咯 小庞的雨鞋 感觉随时都会脱落 你看吧 果然掉了 小庞 要穿好才行啊 就在这个时候 小庞 詹姆斯竟然趁这个机会 抢走了小庞的雨鞋 很羡慕小庞有双新雨鞋的詹姆斯 似乎也很想和雨鞋一起玩 快点捡回来 不然雨鞋就会被海浪冲走了 快点捡回来 快点捡回来 不然雨鞋就会被海浪冲走了 小庞 这个时候小鹏终于来了 雨显离岸边越来越远了 他们俩实在是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意外的出现了一位救星 事情发生的真是突然 突然出现了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 第一时间跳进水里 把被窗离岸边的雨鞋捡了回来 这只黑色拉布拉多犬正的散步 突然看到束手无策的两人 所以决定出手相救 来吧小鹏 穿上雨鞋和詹姆斯回家去喽 天色已经慢慢地变黑了 这个时候 顺利完成任务的小鹏和詹姆斯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队长 全这个时候 决定是我们的想逐渐 现在都没有关闭 我和这俄里出现了 最后的转型 小小黑猩猩小龐 和拍檔的牛頭犬詹姆斯 让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心中充满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龐的梦幻成长故事 剑骑身黑猩猩小龐 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已经挑战过好多次小帮手任务的 小龐和詹姆斯 可是 在第一次出任务时 该右转的时候却左转 导致任务终止 第二次的任务 因为无法分辨出起司和奶油 宣告任务失败 之后 还弄掉了好不容易才采到的松茸 冥冥已经有雨鞋了 却还是又买了第二双 仔细想起来 实在没有一次出任务能穿得上是真正成功 看到小龐出任务的情景 案子先生案子下了一个决定 今天 公泽先生带着小龐和詹姆斯来到了游乐园 公泽先生打算在这里 让两个小家伙接受可怕的讨厌 内容就是 在游乐园玩耍的途中 公泽先生故意偷偷地跑掉 让小龐和詹姆斯在广大的游乐园里迷路 公泽先生认为 就算两个小家伙和他走输了 只要他们能靠自己回到游乐园门口的话 以后对出任务会增加很大的信心 为了让小龐能有长途的进步 这一次训练师公泽先生 同发其想特地下某样 选了这样的考验 看来这次的考验不是很容易哟 小龐和詹姆斯能顺利通过吗 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 到游乐园进行修行篇 有点好 到着了 那哦 这里就是游乐园的进入 知道吗 若当你迷惑到这次进入入是否就回带了 那你对吧 有点好吗 那我们去看吧 游乐园玩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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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最初何乗ります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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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他真的很喜欢云霄飞车哦 接着公泽先生便带着小庞到他能够做的游乐设施去 首先是摩天轮 啊 啊 接着是小火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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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滚踭通道 地板竟然會轉個不停 這種地方可以走嗎 哈哈 哈哈哈哈 小航总算是过关了 可是 詹姆斯竟然被丢下了 然后三人又一起去做咖啡杯 小航兴奋地一直转 可是 小航兴奋地一直转 可是 去吧 玩了这么多种游戏 小航和詹姆斯显得意犹未尽 没想到 在一旁看着他们俩的公泽先生 神情非常复杂 因为等一下 就要让他们俩接受痛苦的考验咯 此时公泽先生 发现了一家饮食店 他叫小航去买午饭回来 尽管是出来玩 还是有关小航手的训练咯 我来 Franc Fruitoが売ってる あれ買ってきて欲しいんだな それじゃあ 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て Franc Fruitoですね みやつをいただきます 小航 快点付钱吧 はい お待たせいま 對對對 很棒很棒 お待たせいお返しです 找回来的钱 要收到皮包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成功了 胜利的达成任務 笑容滿面的公子先生 其實 他内心已經暗自下了決定 就是現在 是離開他們的好機會 兩個小傢伙根本不知道已經大難臨頭 只顧著搶肉狗吃 我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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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時候 公子先生 正慢慢地 從兩個小傢伙的身邊離開 最後終於留下了他們倆 一個人跑回了距離很遠的入口 小龐和詹姆斯 就這樣被獨自留在了這個廣大的遊樂園的衣角 而兩個小傢伙都還沒有發現這件事呢 小龐 小龐 似乎終於發現公子先生不見了 開始尋找公子先生 小庞还只是一个小孩 如今一个小孩 举目无情地身处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想必心里一定很惶恐吧 现在小庞的心情就是这样 结果 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庞决定重新振作 出发去寻找公泽先生 可是公泽先生不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候 等一下小庞将会发现让人惊讶的东西 原来是看错人了 要他们两个自己找到入口 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吗 就在这时候 公泽先生正慢慢地从两个小家伙的身边离开 最后终于留下了他们俩 一个人跑回了距离很远的入口 小庞和詹姆斯 就这样被独自留在了这个广大的游乐园的一角 而两个小家伙都还没有发现这件事呢 小庞决定重新振作 小庞决定重新振作 小庞还只是一个小孩 如今一个小孩 绝目无亲地身处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想必心里一定很惶恐吧 现在小庞的心情就是这样 结果 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庞决定重新振作 出发去寻找公泽先生 可是公泽先生不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候 等一下小庞将会发现让人惊讶的东西 小庞跑向不远处的前方 是公泽先生吗 可是 原来是看错人了 公泽先生深信小庞能找到路 正在路口等着他们呢 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小庞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除了紧紧抱住詹姆斯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让他们两个自己找到路口 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吗 结果 在詹姆斯的鼓励下 小庞终于又开始踏出了步伐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点是这里 离公泽先生等候的入口处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小庞还记得入口的方向吗 这里不是 对对对 凭着刚才和公泽先生一起玩的记忆 他努力朝着入口走去 好厉害哦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两人确实是往入口处移动 只差一点点了小庞 可是 总之 两个人不气馁地一直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 对 游乐园已经快关闭了 不知不觉中 园里的游客已经所剩不紧了 加油啊小庞 太阳快要下山了 就在他们全身疲惫 脚步也变得沉重的时候 对啊 这里就是他一开始想要搭的游乐设施 入口就在眼前了 我 鸭 holder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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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